到了行銷大學堂 今天是一百八十五級 上面答錯了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修正 那最近這兩天 一直有在PO 上傳了兩個 三個影片 就有關於那個 FV廣告 全螢幕互動式廣告的做法 那就有好幾個朋友在問我說 這到底要怎麼去做 因為我講裡面 因為我一開始設定 全螢幕互動廣告是可以讓大家 一次就學到很多 很多種的廣告 讓大家可以快速的 進入這個廣告模式 可是有朋友跟我講說 他其他都還不懂 我就先找這個來龍的話 會對他們有一點壓力 所以 我會想說那 同學你現在 紅人同學 這樣也進來 OK 那我們 就在 我一樣那邊會做 然後我會另外再 再播個時間再去做另外兩個 關於一般 一般最 現在最 基本的廣告的做法 我會再開 兩 開 開 開課來 說明 然後 再來 那也是因為這天天有講到這些廣告的事情 所以也有朋友在問我說 他看到一個 有人跟他講說 在FB裡面可以找到最有價值的客戶跟顧客 那我聽到人家這麼說 那我就 那我會說 這是其實是FB裡面我們都說 我們是可以這樣去做的 因為我們在FB裡面我們可以去 可以去 追蹤我們 把我們廣告投放給這些 我們認為是比較有價值性的 對我們 產品比較有關注性的 或比較有可能會喜歡我們產品的 那 那 這些人要怎麼去找到呢 一個是我們 以FB裡面的內容分類 或屬性分類 或興趣分類去找到這些人 那也有一種方式是怎樣 我們去設定 我們已經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已經有些人 然後這些資料庫可能是以前我們 網站裡面的一些顧客 或客戶 讓我們把這些顧客跟客戶的一些資料 一些資料 把它放到FB裡面去 要怎麼來放 因為這些 這些客戶不是我們不會偷 或別人的客戶資料 因為這些客戶我們要去找 這些客戶已經在我們網站裡面 在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 顧客 會員系統裡面已經有這些人 然後我們去把一些 這些人的一些 嗯 比較有價值的 我們有一個在 管理學裡面有一個 那個 客戶終身價值 叫LT LTV 這個 這個上次有朋友在跟我講說 這LTV 我應該在上課上有 學校上課上有講說 但是還是有朋友在問我 他還是搞不懂你什麼叫LTV 就是顧客終身價值 要把這 這個 這個 我先簡單說好了 就是 一個人 一個客戶 他可能一輩子在你的店裡面 可能進行消費的總額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 從我們的 我們的 顧客裡面 我們就可以分析這些出來 因為 可以從他的每次購買 購買的價格是多少 然後他多久來購買一次 OK 就我們就可以一 這種分析來說 那些客戶是可能是我中生 比較中成的顧客 那這些人可能常會來買 那多久會來買 所以他一生在我們 可能以後在我們的 我們的店裡面 我們的平台裡面 可能總共會消費多少 我們就可以用挑選 出一些比較有價值 有優質的這些 會 然後把這些數據 放到 Google裡面的 廣告平台 我們現在裡面 Google裡面 有三個平台可以去 去買廣告 然後把它弄進去之後 把這些資料 輸入進去 Google就有時候會去配對 因為你知道 我們會員裡面 有一些數據 帳號 E-mail 跟Google裡面的 E-mail是一樣的 那 Google就會因為這樣子 來配對 配對什麼 他可以找到這些人 然後我們可以預計 這些人的相關的屬性 怎樣 第一個 先來把我們 把這些人 我們已經從我們 護人這些人 除了我們 平常用EDM 就是用 用那個電子郵件 去跟他們做溝通出來 我們還可以由 FV裡面 進一步的 去跟他 做互動 讓他還記得我們 想到我們 再來 就是 他這些人 只有我們最有 最要知的 這些人 他的相對的 朋友 朋友群 他相對的朋友群 可能也跟他一樣 都是 比較有可能 是變成是我們顧客 可能 因為 跟你講 什麼樣的人 跟什麼樣的人 在一起 所以他會喜歡我們 的東西 可能代表他 可能他周遭的人 也是有一些人 會喜歡我們的東西 但是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透過 FV的 朋友關係 他在 FV帳號裡面 朋友關係 把我們的廣告 傳送給他 其他一些朋友 OK 這就是所謂的 如何利用 我們 會員資料裡面的 會員 去 FV去找到 跟我們這會員一樣 有高價值的 潛在顧客 這今天我們要講 那我們 廣告這個議題 FV這個廣告課程裡面 我會再 開兩個 兩個課程出來 就是一個 先基本的廣告介紹 然後一個就是 嗯 其他兩個 其他兩個 嗯 其他幾個 嗯 廣告的 做法 然後再繼續來我們的 全 全螢幕互動式 廣告的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我們是要實操 實操 實操如何來分析 第一個 實操怎麼下廣告 這是第二階段的課程 第三階段的課程是 如何來分析 我們的 FV粉絲團的數據 第四個課程是 如何做整個 廣告營運的 效益分析 後面的數據 這個平台的操作 這是我們第四個課程 OK 那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可以延續很多 那我的平台 網站已經建置的差不多 可能下 下個禮拜 應該下個禮拜 就可以看 可以見 跟大家見面了 那希望大家 你喜歡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我老媽也進來 我老爸也進來 OK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拜拜